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石头评述 围绕着温家宝这件事情 网上讨论太多了 但是大家从一开始震惊 就说认为温家宝家族弄了这么多钱 那如何如何讨论温家宝本身紧接着非常快的时间 大概两三个小时就有文章提出来质疑这件事情是真是假 就是说纽约时报拿出来的料 它的来自何处 太多的文章就说提出这样的质疑 纽约时报在用自己整个的声誉名誉 在担保这件事情是真的 而且纽约时报讲说 似乎这份调查是他们出自于他们自己公司内部的调查 就是纽约时报自己的调查 他没有讲说这是有人放料给他们 可是我跟大家分析过 他最关键的问题就是 这个操守的做法 爆出料的内容 跟当时习近平 彭博通讯说报习近平家里面他姐姐的那个资产的做法呢 一模一样 包括文章最后都是这么说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 当时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 习近平直接参与 直接他们家的他姐姐的财产直接这个直接拿 没有没有任何迹象表明 几乎在这篇文章在针对温家宝这篇文章里有着极其类似的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 温家宝直接参与知道或者如何如何如何 为什么这么一样 那作为我们武断的说法 只能说他的材料来自于同一个源头 而这样详细的资料获取只有内部的人才能知道 那我们也在节目里跟大家分析了 那为什么爆的料出在了习近平身上和温家宝身上 为什么不是周永康身上 为什么薄熙来前后正常时间 他涉及到六十亿美金 这是日本公司报出来的 却没有任何一家公司可以通过公共渠道 拿到有关薄熙来这样的资料呢 这就是问题了 对吧 谁都知道江泽民闷声发大财 为什么没有任何一个媒体在江泽民造假露面的背景之下 拿出相应的资料 说江泽民当初怎么闷声发大财 他儿子怎么弄的钱呢 既然能够从公共渠道拿到的话 在这样大的变更之下 在中国2012年中共政体这么环境这么充当的背景之下 你可以拿到习近平的资料 可以拿到温家宝的资料 为什么拿不到下台的江泽民的资料 为什么拿不到毛泽民的中心 这个薄熙来的资料 这就是我想提出来的他的公众性 我想提出来的他的目的性 对吧 在我的角度来讲 我也不知道那资料是真的是假的 我不知道 但是你的出手 你的做法 是让我看出来明显的目的 面对这样的质疑呢 纽约时报呢 同时又发表了一个声明 紧接着登了另外一篇文章 是同一个作者写的另外一篇文章 在描述他的资料怎么获取的 那我们看看他怎么说的 BBC呢 对这篇文章的报道这么讲的 纽约时报说 如何获取温家宝财产的信息 纽约时报发表长篇调查报告 揭示温家宝家人拥有巨额财产之后 该文作者呢 又写了另外一篇文章 详细的描述了他寻找相关资料的信息的过程 尽管中国政治系统不是非常透明 但是公众往往容易得到企业及财务方面的信息 这话说的极其牵强 这话说的极其牵强 我就想说这个概念非常清楚 这种推脱之词 在中国的环境当中 对于中国人来讲 骗小孩都难 如果公众往往容易得到企业及财产方面的信息 在中国 那就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你要说这在美利坚合众国 我绝对相信 这在加拿大 我绝对相信 但你这话说是在中国 那就胡扯 道理太简单了 你办个企业 哥们你就领个执照去 你得请领照的那哥们吃几顿饭 洗几回澡 我们活是这么干的 我们活不是到图书馆查资料的 我们干活从来没有任何真实的资料 可以在公共的正规的这个机构当中查到的 是不是 老外蒙老外 都蒙不过去 更不用说蒙着的从黄成根长大的普通的一石头了 文章讲说 30年的经济改革以来 中国政府努力吸引海外投资 这创造了大批政府代理部门 这话可说都可以不说 废话一个 他可不是有这么多代理部门吗 这些部门保存政府机构 私人公司 及其主要股东的包括简历和身份证的副文在内的文件 没错 但我想请这哥们 如果你现在查一查 江泽民的钱 对不对 我觉得挺简单的 你不用查那么大的官 你查查现在北京市委书记的官 他的资历 你查查 你查不着 你查一查任何一家中国的 中国进入500强的大公司里面 据说世界500强 据说现在中国公司有40多个 你看看都谁持有他们家股份 你也给大家玩一票 你玩一票 你是替中国人出气 你替中国人做好事 因为今天中国老百姓不知道谁真正腐败了多少钱 你放习近平的料 放这个温家宝的料 带有爆炸性 是因为老百姓太恨这些当官的 他挣钱了 对吧 但既然你作为媒体来讲 作为记者来讲 你有这么大本事 可以把这样的资料 从公共的环境当中拿到的话 你就应该把政治局委员当这一层面都拿出来 为整个生活在地球村的普通的人 特别是中国人出口气 让我们大家也明定 他们拐了咱多少钱 这不是多简单的事 怎么可能拿到呢 你怎么可能通过这种渠道拿到呢 在这种解释的时候 以这样的方式解释的时候 其实就把自己拴进去 不不说话 文章讲说 这个系统允许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媒体 要求审视企业记录的 南方都市报我不知道是不是干一把 北京新金报也不知道是不是干一把 或者什么财经杂志 我就想提这样的问题 对吧 所以这种解释 这就表明这里头是有来头 我刚才说那话 沉默是金哪 这种事情你挑出来 干完活 聪明的人就扯乎了 你不扯乎 你以为按照西方的做法就如何呢 那是中国 那是共产党 共产党是什么 是黑社会 他爹 他爷爷 玩的就是黑的这一套 牛连你想用表面 国际社会当中表面的文化托词 去想给自己弄漂白了 不容易 我觉得挺难 在我个人的看法 我个人就感觉 你说完这些就表明你的问题大了 因为你说的这些东西 在中国的社会当中是根本就不存在 他紧接着讲说 尽管普通中国人不被允许调查这些记录 但是他们可以请律师或者咨询公司提出要求 查询每家公司的记录 他的价格为100到200美元 表面形式上这些东西可能存在 但是当表面形式这些东西可能存在的时候 你可以设定出这是温家宝家族的人马 那我们所谓其他的人 今天在黄龙根活着的人挺多 对不对 咱也弄200美金干一麻 查查李长春他们家多少 周永康他们家多少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查 我不知道会遇见什么事 所以这就是 你这就是蒙人 这就在我的眼睛里就开始蒙人了 这个话是说给西方社会 西方社会的人听起来可能会接受 但是还是那句话 说给咱黄龙根长大的 福尔街长大的石涛 我就更不相信了 纽约时报用这种方式获取了数千家中国公司的信息 审视中国总理温家宝亲属所掌控的商业网络 很多中国城市的工商 工商行政管理总级可以查到在当地注册公司的记录 那如果你可以查到数千家中国公司的话 那你今天目标盯在温家宝身上的话 就在薄熙来被拿下当天 你放出料跟温家宝有关 你并不是放出今天中共高层所有的人 你能够掌控 数千家公司肯定不仅仅设计温家宝一个家族 那你就居心叵测 那你就诚心的 对不对 我说你不作为这个记者来讲 或者他被臭趁着这个纽约时报的人来讲 那你一定是有想法的 你一定是有目标的 你背后一定有不可高人的目的 因为你目标性太强了 时间性也太强了 我说这个意思呢 我就是质疑 我不是说你的资料拿出来是真是假 我质疑你的操守 我质疑你今天内心的目的 背后的原因 这样的原因是对整个社会的一种不负责任 这是我想提出来的概念 看起来是个负责任的操守 实际未必 所以这是让所有朋友应该提出的一个 我觉得应该警示的一个态度 但是有一样 确实是我们看到 整个中共的体制的崩溃 体制本身的邪恶 才会出现今天的场面 所以还是那句话 2012真相大白 最后文章这么讲说 可能由于越来越多的欺诈丑闻 也可能由于媒体越来越多的介入 针对薄熙来家族财产的调查 中国最近收紧了了解公司信息的渠道 这话不是胡说吗 越来越多的丑闻 但我们没看见有其他的家族的 中共高层家族的详细的资料被这么披露过 越来越多的媒体介入去调查薄熙来家族的财产 我们却没看见任何一个具体的数 没看见薄熙来他哥他弟他姐他妹 他们家任何人的具体在哪家公司 然后他说 中国最近收紧了对这些公司信息的渠道 这不就瞎说吗 我还是说那句话 你不如沉默 这就是问题的所在 有来头 这个来头 就像我上期节目当中提到 是整个江江邦做最后的一波 做最后的一波 等于把自己打死 我们看到 我们大概过后一两天 我们会看到更多的场面 文章讲说 纽约时报发现 今年大部分时间难以从北京工商局 获取当地公司的记录 这就是把他自己想解脱自己整个这个概念了 但是通篇这个介绍呢 我觉得就是话舍填足了 就是说他不如不说 但是他今天说出来了 也就佐证了我们在上期节目当中提到 这应该是整体的反扑 因为这件事情大的概念就是 军委出现大变动之后 包括政治局开会 我们看到的是整个场面的那种很清晰的做法 也就是说胡锦涛 温家宝 习近平 李克强 应该他们形成一个整体的概念 在往前推了 江泽民 在见过上海海洋大学的领导之后 紧接着我们说政治局开会了 在星期一就说政治局开会了 政治局开会的明显的措施把毛泽东思想干掉 然后隔了两天 整个军队系统出现大变更 用了两天的时间 次总部的这个主管全都换掉 军队换完了之后 在于同时间人大常委会开会 明确表示说对个别人的身份 代表身份进行审议 26号薄熙来被干掉 同时间被放出了 然后晚上进行这个新华社拿出来的消息说 最高检察院对这个薄熙来犯罪的进行侦查 强制对薄熙来采取强制措施 所以真正我想跟大家说 我们下礼拜会看到更多的故事 这种故事我们看到的是一种 很可能超过薄熙来之外的其他的人 完全被卷进去 因为薄熙来的犯罪将会出现更多更多具体的罪行 我相信我们会看到一个 远远超过薄熙来本身下台的这个场面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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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